在目前全球大规模居家避疫的背景下 学校、公司和医院等系统中 使用Zoom进行远程通讯的人数急剧增加 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近日致信Zoom公司 询问新的隐私安全保护措施是否到位 Zoom则是回应到他们极度重视用户的隐私和安全 31日联邦调查局FBI发出警告 称骇客可能已经在过去的几周内 侵入了Zoom的网络会议室和教育课程 FBI提到Zoom是一个重要且宝贵的平台 但是Zoom公司解决安全隐患的工作却很缓慢 安全专家也为用户推荐几点建议保护隐私安全 包括将会议设置为私人而不是公开 只允许会议主持人开放屏幕共享 最好使用新版的软件等等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